日前深夜在臺北市大安區的 統領百貨前 這一名男子呢 把車圍停在紅線上 圓警前來開單 說他健壯 著急要去移車 卻忘記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直接變成酒駕了 要被扣車 後續他更失控的朝圓警表罵 凌晨時分一名黑衣男 在大馬路上對著圓警 不停咆哮 眼看黑衣男越來越失控 甚至想要酒駕 博力士大人也動用公權力 強制執行 沒想到黑衣男 依舊不可能進海 狂飆國馬 後這下慘了吧 立刻被圓警壓制在地 尚靠帶回 事情發生在統領百貨前 可以看到這裡沿路都劃射紅線 車輛並不能違規臨停 而且這裡酒店跟夜店 靈力沒到晚間計程車以及代價 都發展的相當蓬勃 沒有理性飲酒的下場 就是要進警局再上法院 靈性男子從酒店喝完出來 看到圓警開出一張一千兩百元的 紅線微停罰單 記得想上前移車立刻變成酒駕 要被扣車 他因此標罵圓警 在被依妨害公務罪嫌移送偵辦 男子原本只要繳罰款 卻因為離職線斷掉 讓自己背上刑責 恐怕還要進到監獄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王鈞宇若維 台北採訪報導 sentir化 dando任何無igu 多,"小奇악